再婚遭到父母反对,女儿一气之下离了家 两年多了,没啥消息,你劝他回来看看吧 女儿回了家却发现父母出了意外 跟着警方冲进去的李慧,更是两脚一软,眼前一黑 父亲死亡多日,母亲也延延一息 女儿是否构成一气罪 女儿离家,复死亡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十一长假,顾欣带着儿子和父母从上海出发 自驾到了南京去度假旅游 正当顾欣一家人正陶醉在那玄武石井的美国 在北部胜收当中啊 一通南京某派出所的电话着实大杀了风景 电话里的警官说顾欣停在景区外路边的轿车被砸了 而且砸车的呀是位老人 还说这辆车涉嫌了绑架 砸车绑架 这不是摊上大事了吗 于是顾欣挂断了电话 一溜烟的就奔出了景区 是一路的小跑 还没等奔到那跟前 顾欣就看到自己停车的地方是密密麻麻 围满了人 车旁有警察正拉着一位激动的老太太 挡住老太太不停挥舞的拐杖 看来恐怕就是这位老太太呀 把顾欣的车给砸了 顾欣跑上前 一边打招呼让大家借个道 一边呢就表明自己的身份 自己就是车主了 顾欣看了看车子情况 是有一些地方划伤了 就赶紧跟老太太和旁边的警官确认一些情况 原来呀 这老太太突然冲到顾欣的车前 举起自己的拐杖 就是一通砸 周围的群众啊是十分莫名 这老太太是一边砸一边骂 仔细一听 似乎骂的是老人的女儿 被这个车给带走了 而且是找不到了 一听这可是涉及到绑架的大事 群众们是立马报警 这才有了当下的一幕 这车主顾欣就在眼前 老太太是丝毫没有指责 或者搭理她的意思 还一门心思的在这车上 情绪激动 口中念叨的仍然是 还我女儿之类的话 这警官也察觉不大对劲 指着顾欣和老太太核对起来 你们认识吗 老太太有些迟疑 含糊的嘟囔了一句 你是谁呀 这老太太口口声声 说自己的女儿被车主给带走了 绑架了 这车主来了 他又不认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顾欣呢 反而心里有点分数了 他问老人 老太太您别急 我们帮您找女儿 您叫什么名字啊 家住哪里啊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一听顾欣能够帮忙找女儿 老太太像是见了救星一样 赶紧揭枪 想回答 但爆出了自己的名字呀 却说不出家住哪里 顾欣这下确定了 老人可能是患有老年痴呆症 顾欣呢 拿出自己的名片 递给警官 原来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顾欣有着常年与老年人打交道的经验 为了将事情搞清楚 顾欣和老人通警方一起到了派出所 经过几轮的电话排除 警察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家属 他的爱人 李老伯 李老伯一头大汗的赶到了派出所 一脸的歉意 对不起警察同志 对不起大家了 是我老伴砸错车子了 他是老年痴呆症 还挺严重的 他只要看到了上海牌照的白色轿车 他就会情绪失控 以前我都会拽着他 可是今天我带他买东西 你看这一转身他就 误会是以解释清楚了 双方自行调节 警方解案 顾欣觉得老太砸车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 为什么痴呆这么严重的老太太 怎么唯独是见了护排白车 便如此激动呢 这一定啊 是重大刺激造成的 难道女儿真的被绑架了吗 离开派出所的时候 顾欣怕两位老人年龄大 经不起折腾 主动就提出送两老夫妻回家 就当顾欣把车停进老人家的小区时 李老伯的一些反应 让顾欣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在这车子进小区的时候啊 李老伯还特意的摇下了车窗 见人就打招呼 说是从上海来的朋友到南京玩玩 楼下遇到了遛狗的邻居 问起来这可是你们家李慧的朋友啊 李老伯竟然是笑了笑点着头 坚持要让顾欣还到家里去坐坐 喝杯茶再聊会儿 李慧是老人的女儿吗 老人心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顾欣觉得自己既然遇到了这两位老人 也许自己该帮帮他们 就到了李老伯家中喝杯茶说说话 果然老人的家中是有故事的 老伯姓李大家都叫他李老伯 他和老伴啊原本是个三口之家 有个独生女儿叫李慧 生得漂亮成绩优异是工作认真 可以说样样都好 父母呢对他从小宠爱 可偏偏女儿的婚姻问题啊 成为一家人最大的遗憾和矛盾 李老伯呢告诉顾欣 女儿呢是被自己一巴掌给打走的 女儿曾经有过一次婚姻 十分不顺 小两口啊因为性格原因 过了不到两年就离婚了 离婚后的李慧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直到两年前已经四十五岁的李慧突然说要再婚 而且要嫁的对象竟是比他小五六岁的美籍华人 这让父母无法接受 为此父母跟女儿翻了脸 而女儿也做出了更加绝情的事 李老伯指了指客厅边上的一个小卧室 就是那间 女儿就住在那间房 那天他带着美籍华人上门 送的是大包小包 我把东西都给扔了 没让那小子进门 我又不是卖女儿 结果你猜 女儿竟然为了那小子 跟我是大吵一架 他说这辈子就是毁在我手上 我当时那个气啊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 结果他一跺脚 回了房间拿了几件衣服 就走了 老伴那时啊 还没怎么糊涂 就跟着出去 也没拦住 女儿上了那个男人开的白色的小汽车 就跑了 当时啊就是一个上海牌照 之后老伴啊 就天天的叨叨 天天的哭 说女儿被上海的白汽车给带走了 一定是绑架了 唉 这两年老伴的身体啊 是一天不如一天 家丑啊 丢人啊 我也就只能跟你说说 跟邻居们说 还不够人家笑话的 顾心这下明白了 原来这李老伯啊 是个极耗面子的人 老太太呢 则是私女心切 才误以为自己的车 就是当年接走女儿的那辆车 顾心追问道 你女儿这么一走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你们吗 李老伯摇摇头 两年多了 没啥消息 他从上海往家里汇过几次钱 那她的日子呢 应该过得去 钱我都原封不动的给她存着 有啥用呢 我们都这么大一把年龄了 尤其是像她妈这样 都病成这样了 钱再多 有啥用呢 顾心听着 一面是心疼这两位老人 尤其是那个茫然的 呆滞的 坐在沙发上的老太 当年的那一幕 对老太太的打击一定很大 才会有了今天这一幕 顾心也好好的开导了一番李老伯 不过顾心也知道 自己再多的劝解 也不过就是隔靴搔痒 这解铃啊 还需细定人 顾心是坚决不肯 收李老伯的赔偿款 并且给了李老伯一张自己的名片 顾心希望能够跟老人成为朋友 他们随时遇到问题 至少能跟顾心保持联系 临别的时候 李老伯拉着顾心的手 动情的说 你也在上海 如果有机会见到我的女儿 你劝她回来看看吧 爹妈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们希望一家人能够团聚 回到上海 没想到这世间事啊 真就这么巧 顾心回到上海没多久 竟然真的就遇到了 李老伯的女儿 李慧 父母撮合的婚姻 让女儿深陷家暴之苦 当年若不是父母的包办 和顾及颜面 自己又怎会禁锢在巨大的心理阴影之下 得知父母晚年凄凉 内疚的女儿回了家 这不是李慧吗 你咋回来了 你爸你妈不是去上海养老了吗 女儿终于回来了 却不想让你在家里出了事 女儿离家 故死亡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事情是这样的 顾心作为心理咨询师 应邀参加了社区的一个助老公益活动 帮助的都是一些空巢老人 看到因为种种原因 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们 顾心是有感而发 讲了自己在南京李老伯的那一段事 故事讲完后 顾心发现 后排有一位上年龄的女士 不知怎的 是泪流满面 气不成声 顾心赶紧问 是不是需要帮忙 这一问才吓了一跳 哪有这么巧的事 原来这位女士 正是顾心讲述故事当中 李老伯的女儿李慧 活动结束后 顾心和李慧促息长谈 李慧内疚的捂着自己的胸口 是失声痛哭 说自己也委屈 从小家里面规矩就严 自己样样都拔尖 连自己的婚姻 都是父母觉着好 给安排的 而李老伯夫妇当时千挑万选的老实女婿 却把李慧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 甚至之后的二三十年里都活在阴影当中 李慧说 因为感情基础不好 性格不合 婚后是磕磕绊绊 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被前夫暴打 是因为什么原因了 他只记得 事后他试着向父母诉苦的时候 父母竟然是说夫妻吵架 床头吵床尾和 让李慧自己多检点一下 从此 李慧心里是再多的委屈 也不跟父母提一个字 只是那前夫变本加厉的厉害 直到李慧忍无可忍之下 才坚决的离了婚 离婚后 父母埋怨 四邻笑话 不愿意让好面子的父母知道自己是如此被前夫折磨的 李慧只有把自己的牙打落往肚里吞 人前坚强背后落泪 就在自己的那个小房间里 多少个夜晚是抱着枕头哭着睡着的 而这一切父母并不理解 觉得李慧不懂事 不肯安生的过日子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李慧的感情世界依然是一片荒芜 直到遇到了对他一见钟情的美籍华人马克 马克炙热而真诚的追求融化了李慧那冰封的心 但这份迟来的爱却让他和父母产生了矛盾 李慧告诉顾心 自己不是没有犹豫过 毕竟马克比自己还小个五六岁呢 又是美籍华人在上海工作 两个人会般配吗 然而几个月的相处啊 马克的真诚让李慧感动 马克特意把自己在美国的女儿 叫回国与李慧相见 女儿表示呢十分接纳 马克的担当呢也让李慧信任 着手在上海开始了职业 然而这一切只因为父亲好面子就被拒之门外 与父亲的对峙的时候 李慧感觉到绝望 当年若不是父母的包办和顾及颜面 自己又怎会禁锢在巨大的心理阴影之下 所有的痛苦一息间化成了一个念头 要为自己的幸福而活 离开他们嫁给马克 就这样抛下了父母那年迈和又固执的福 顾心明白了 对李慧来讲最大的束缚是那个痛苦的婚姻 无论是婚姻中还是离婚后 都有如一把枷锁 差点剥夺了他的一生 没有人试着拉他一把 包括他的父母 幸好那个叫马克的男人 用真情告诉了李慧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婚姻 李慧把所有的痛苦都一笔记在了那个好面子 极固执的李老伯身上 所以两三年来 他除了定期汇款 进到赡养的经济义务以外 也在刻意的回避着年迈的父母 不与他们联系 从此以后 顾心和李慧经常通通电话 劝上几句 希望他打消心中的顾虑 回去看看父母 可李慧说 自己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虽然心中记挂着父母 但更怕父母 尤其是父亲李老伯 固执己见 不肯接受马克 毕竟已经先斩后奏的结婚了 万一再起什么正面冲突 可怎么办呢 顾心告诉李慧 当时南京与李老伯聊天的一些细节 其实得知李慧的消息后 顾心在电话里就告诉了李老伯 李老伯啊 嘴上虽然不讲 心里一定还是开心的 一个劲的跟顾心讲 麻烦了 谢谢了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李老伯的心思吗 李慧听到这里 哽咽了 他说 今晚我就给家里打电话 在顾心看来 事情总算是取得了圆满 两位老人很快就能跟女儿团聚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顾心想象的那样 就在离家两年多的一会 打算回家看望父母之时 家中发生的事情 让他爆汗终生 早晨天蒙蒙亮 顾心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给吵醒了 李慧在电话里已经急哭了 顾老师 我前两天往家里面打电话 没人接呀 我想着 爸妈去买菜了 昨天晚上我又打 还是没人接 半夜打 也没人接 直到现在了 还是没人接 我爸我妈不太可能一晚上都不在家呀 怎么办 马克出差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顾心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赶紧起身 走 我开车带你回去看一下 于是两人即刻动身 去往南京 一路的高速啊 开到了李老婆家中的时候 已经十点多了 顾心和李慧下车就往楼里冲 迎面就遇到了老邻居 人家见到李慧还挺意外的 哎 这不是李慧吗 你咋回来了 你爸你妈不是去上海养老了吗 去上海养老 这怎么可能 对呀 可是你爸前段时间逢人就说 女儿要接他去上海养老了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他了 这越急越乱套 李慧拿着钥匙是怎么也打不开门 顾心眼看着情况不对 一边呼喊李老婆 一边赶紧打了110和120 警方很快就到了 破门而入 可里面的景象 让顾心是不忍直视 而跟着警方冲进去的李慧 更是两脚一软 眼前一黑 昏倒在地 厨房里面发现了两位老人 倒在地上的是李老婆 已经死亡 而且显然是过世多日 尸体已经开始了腐烂 老太太浑身脏臭的 倒在李老婆的脚旁 虽然还有一口气在 但看起来也是极凶难料 现场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家里面到处都是大小店 家里被翻弄的也一塌糊涂 客厅桌子上 地板上 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食物残渣 厨房里冰箱里 能够吃的东西 都被扒得一塌糊涂 父亲死亡多日 无人知晓 女儿悔悟当初 李老婆是因为在厨房 用电烧水的时候 不幸触电身亡 悲剧发生后 父亲生前的林李 要撞告失职的女儿 李慧根本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 就是一气罪 就是虐待罪 父亲陈诗家中 又差点搭上母亲的性命 他到底构不构成 一气罪和虐待罪 女儿离家 不死亡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老太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李慧也在医生的应急治疗下 很快就缓过神来 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不停地掉 却哭得无声无息 他瘫坐在厨房边上 呆呆地看着警官 法医们对父亲的尸体 现场进行勘察 默默地流着泪 顾心担心李慧不能承受如此不堪入目的场面 想把他带离现场 李慧却执意不走 而固执地进了自己的那间小卧室 不肯出来 也不愿意说话 经过及时的抢救 李慧妈妈的一条命啊 总算捡了回来 根据警方对现场的勘察 初步判断 李老伯是因为在厨房用电烧水的时候 不幸触电身亡 而李慧妈妈呢 因为老年痴呆 对倒在厨房的丈夫啊 是根本没有反应的能力 自己又无法自理 加上极度的饥饿加脱水 已经到了临界点 如果再晚一些 可能酿成更大的人伦惨剧 面对这样的残警打击 李慧的反应啊 有些失常 他终日里恍恍恍恍的 总是坐在自己曾经的小房间里 望着窗外 无声的掉着眼泪 对父亲身后的料理 也没有什么主意的样子 顾欣放心不下李慧 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幸好 李慧的丈夫马克很快赶来 又是奔进奔出 医院里面照顾老太 又是安排各项事宜 张罗李老伯的后事 这个时候 周围的一些邻居 在得知李老伯家 发生了如此悲惨的事后 总是在茶余饭后一起议论 大家七嘴八舌的 越说越愤态 有的骂李慧是个不孝子 是个败类 也有人戳着李慧的脊梁骨说 这就是一气老人呐 大家都觉得 这李老伯真是面子害死人 有苦不说才落得 陈诗家中的一个下场 住对面的老邻居 更加的义愤填膺 他拽着顾心 私下里叨叨着 这个老李啊 自我感觉太好了 经常跟我们炫耀 女儿嫁去了上海 还说要接他们去养老 你看看 我们都当他是招呼没打 就去上海养老了 谁知道 会是在家里给送了命 这要不是被女儿扔在家里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几位与李老伯 关系亲近的老人 眼看着老伙计落得如此惨死 而老太太又严重痴呆 有苦说不出 大家是越想越来气 几个老人竟然攀岸而起 说要到派出所告发李慧 他们觉得啊 李慧根本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 这么几年呀 扔下父母 就是遗弃罪 就是虐待罪 必须得到惩罚 几位老人呢 来到派出所 情绪激动的 要为李老伯讨个公道 这一度啊 让警方也犯了难 那么李慧离家两年 让父亲呢 陈诗家中多日 又差一点搭上母亲的姓名 他到底够不够得上遗弃罪呢 遗弃罪是指对年老年幼患病 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富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情节恶劣的行为 犯本罪的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如儿女 对失去劳动能力 又无经济来源的父母 不承担经济供给的义务 子女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 不予照顾的行为 那么仪器行为呢 也必须要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 才构成犯罪 最终 经过警方的充分核实 李慧虽然未能在父母的身边照顾 与父母有矛盾 两年多未曾有过来往 但他确实定期在经济上面帮助老人 也并不知晓母亲老年痴呆的严重程度 更无法预见到身体一向健康的父亲 会遭遇如此之不测 所以啊 李慧虽有失责 但尚不构成犯罪 那么 李慧两年多来 不闻不问自己的父母 又是不是构成精神虐待呢 首先啊 从刑法规定的虐待罪上来看 是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经常以打骂 捆绑 恶动 限制自由 凌辱人格 不给治病 或者强迫过度劳动等等方法 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 情节恶劣的行为 且本罪是告诉罪 也就是说 被害人要向人民法院提出控告 人民法院才做处理 不告而不处理 显然呢 李慧也不符合虐待罪 但是 李慧两年多来刻意的回避父母 不相往来 毕竟是一种伤害老人感情的行为 至少侵犯了老年人的权益 别忘了 我们现行法律当中可是有常回家看看的条款 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第十八条明文规定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人的精神需求 不得忽视 冷落老年人 与老人分开居住的善养人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就这个问题而言 李慧确实实则 不应该 父亲的意外死亡 也给李慧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刺激 街房邻居鄙视的目光让他不敢直视 他甚至都不好意思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顾心陪伴在李慧身边 不断的开导着他 帮他处理好父亲的后事 李慧的丈夫马克也陪在他的身边 将李慧的母亲接到上海安顿 照顾尽心尽力的共同生活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老年人独居空巢数量增多 他们极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的心理 案例中的李慧 因为婚姻的选择问题上 与父亲矛盾激化 而出现问题的时候 两个人又都是倔脾气 不沟通 硬对硬 冲突的结果是逃避 消极 悲观 而结局却真的是永别 背负着无法抹去的遗憾 感谢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他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警察就找上门来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把周涛给拘传了 他大呼冤枉 称自己只是玩了个游戏 游戏里经常有类似的刺杀令 给转发了出去 一次转帖 两起密案 这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构成 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转体惹祸端 明天